一般般公車來來玩往 這裡是新店安和路一段 與碧安街的交叉路口 14號上午一名公車司機因為尿急 匆忙離開車子上廁所 一時疏忽忘記拉手煞車 導致車體向後滑動 撞死一名79歲老婦人 這個地方的地勢比較高 所以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公車的溜滑亭 到了對面 對面那個 那邊那個停的車子那個地方 停車場那個地方 它的速度是很快的 我看那個監視錄影帶的那個畫面 我看到都覺得很可怕 這起意外事件發生後 立即引起地方高度關注 雖然事後該名司機一過失致死一送 但市議員金宗玉仍召開會刊協調 他表示該路口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撞死人的悲劇 要求相關單位可以徹底改善疏失 避免意外再度發生 我們會加一個稍微墊高 就是說不要讓車子隨便就要出去 第三個我們會設一個警示燈 當車子要有任何移動的出去的話 我們警示燈會先亮 我們在一個禮拜之內 就七天之內 我們會把這個三樣東西把它完成 那晚上的部分 它會轉90度的部分來做一個停放 避免有在滑出的可能性 第二個就是公司內部的教育訓練的部分 它會以這個案例 全部的所有場站都要做一個檢討跟改善 經過討論 交通局決定將在路口加裝警示燈 並把路面改成向內傾斜 而公車也將改踩橫向停靠方式 避免公車又因為殺不住釀成五星意外 凱布和大家台北數位新聞 王三星採訪不到